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又来水视频了 今天我们拿到了一个三星的SM961 这个是一个不认盘的 这位老哥想做数据恢复 但是这种盘一般是做不了恢复的 所以我只能试一下帮他们补焊 或者加一下主控加焊一下主控看看 我先看一下这个电流 电流跑到0.405左右不跳动 这下是一个固件不工作 就是掉固件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正常的SM961 它是可以跑到0.3839这个区间的 所以我想干一下他这个主控看看 但是干之前呢总给他找个理由才可以 所以我这边又给他量了一下供电 供电部分呢我简单的量了一下 全部都出来了 而且是很标准的电压 那现在就给他把主控给干一下看看 给他加焊一下 这会花了一点时间加焊了 但是也不行 随后我就把这个主控给拆了下来 准备给他重新直球看看 我们把这个主控给直一下球 这里我花了一点时间把球给做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主控重新给干上去 我们加点润滑油 然后把这个主控给贴好 然后把这个主控给贴好 这我花了一点时间呢 又把主控给贴好了 但是我换了几个都是不行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板子也搬一下 我把这个颗粒移过去 移过去后呢发现 主控是识别了 但是他还是不认盘 换了好几个也是这样 那没办法 我们就过吧 那个肯定是翻车了 然后这里又来了一个光威的 我们再看一下光威这一个 说是不认盘 光威这个呢 不认盘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能不能剪漏 这个直接开卡就行了 可以看到是22461N这个主控的 但是我拆下来后呢 发现这个漏应该不好剪了 因为它是海力4的颗粒 海力4颗粒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容易掉电 这个主控 这个海力4配这个主控一掉电呢 因为他就是真的坏了 这个一般修不了的 我们看一下电流 这是一个不工作的 也是固件不工作的一个电流 那我们只能帮他跑一下RDT 看看开卡能不能成功 如果开卡不成功的话 那这个颗粒肯定是挂了 随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2258XT的 这个是这位老哥需要做数据恢复的 这位老哥呢 办公就是跟我们平常大家一样 喜欢把一些文件放在这个 放在桌面上把这些资料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假的金斯盾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电流 这个片子呢也是假标的 海力4颗粒 应该是黑片的 很明显是自打的一些logo 可以看到这个电流呢 跑到0.212左右无跳动 这又是一个主动不工作的 但是这个是要做数据恢复的 所以我看一下这个2258XT 能不能成功简陋 这里我连接上电脑 使用工厂的工具 消费用工具 是下车的工具 用工具 4256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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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